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东方之珠美裕的香港 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 由于政治平稳 经济体系健全 故能吸引精英混习 为香港特区共创美好新历情 而马士亨 Frederick 就是其中的一个 原籍广东潮州 香港土生土长 在香港大学主修经济及历史的马士亨 不单止成绩优异 又在1990年带同太太黄培琪Linda 和两个女儿回流香港 在事业上创出娇人的成绩 2002年的7月 香港特区前任行政长官 董建华先生获得连任 而且推行了仿照美国部长制度的高官文责制 就在这个时候 任职品牌电讯公司的财务总裁 也是公司执行董事的马士亨 藉着一个偶然的机会 成功晋身香港特区政府 被特首委任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我入政府2002年的时候 是稍微意外一点 我没有说好像心思熟虑去考 突然间有一天 这些真的叫做阿虫介绍我来的那一刻 突然间有个人 叫梁锦藏我的同学 认识了39年到今年 我就说有没有兴趣啊 我说这个都是我都想做的 因为可以回馈社会 就是因为这样 在马士亨上任之后 因为一件突发的事件 他就成为高官文责制的第一批试验品了 有一天 由马士亨管轄的香港交易所 发表了一份咨询文件 建议将股价连续30个交易日 低于港币5号的主板上市公司股票锤派 引起财经界和投资者的不满 更导致港股总值下跌了113亿港元 发生了这件事件之后 其实我心里面 坦白说是很不舒服的 由于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火如荼 再加上舆论在旁边推波助澜 认为马士亨这个局长 应该为事件引咎辞职 而立法局又传召他就事件作出交代 他应该怎样去应付呢 其实自从大学毕业之后 开始踏入社会工作以来 马士亨虽然有遇到过不少的冲击 但到头来他都能够化险为宜 令他的事业赋要直上 在多间跨国企业里面担任重要的职位 要面对挑战 低头认错 真是不容易 道歉 是一件很难的事 道歉好像说只是认了错 但因为你在那个位置那里 你对每一件事件都应该有个责任 想起来 只是两年多的时间 马士亨有一个年薪千万的打工皇帝 他选择走到政治舞台的前面 结果就要搞到津推两难的地步 之前什么都很顺利 在婚姻里面很好 女儿又很乖 报纸上最不好的照片都拍出来 他已经是觉得没人可以帮到他 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都很想有些安慰 奇妙的是 马士亨的太太王培奇·Linda 并没有为丈夫当时的困局忧心 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这么大一个挫折的时候 如果我猜他不用担心 不用紧张 我觉得这些力量是没有力的 一定要用神的力量 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我可以再带神到他身边 其实马士亨很早期就接触过教会 还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 自从移民了去加拿大之后 我妈妈每个礼拜日都要我们车他去教会 因为车他去我们也去过教会 我跟好董教徒没什么分别 其实因为我都有一样是去教会 一样跟牧师聊天 可惜的是 马士亨当时只顾着忙自己的事 去教会对他来说 只是为了要应酬太太 我半年回香港工作之后 我久不久都会去教会的 因为他很忙 他就觉得没什么需要 所以你有你去教会他就去打球 天气不好了 打不到哥尔夫球了 他就说 好了 我就进去听听耶稣吧 但是我坐在那里 坦白说那时候是游魂在那里 我脑子想想一些东西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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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我认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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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那麽切的時候 我想神就沒有應許 在我的禱告裏面突然覺得 很有力量、很有平安 神就用我的口去跟祂說話 我就不斷地走到頭 如果當時沒有這種支持 我不知道能否走進去 我就向神作出一個禱告 我希望有一天正式領使 神的大能確實令人讚嘆 就在同年的9月11日 馬時亨竟然出人意表 在立法局就先估事件 向公眾作出90度鞠躬倒業 確實作為一個官員 應該是有個謙卑的態度 看到這樣的事件發生了 無論哪個錯好、對好 都應該對這件事件作出一個交代 因為聖經教我們應該獻秘 耶穌教我們的態度 都應該獻秘 但是因為種種的政府運作 當時有些同事叫我 你不要出去道歉啊 所以當時引起了一些誤會的 以為我出了不肯道歉 其實不是 我是絕對沒有任何的猶豫 而是根本我的心就是想這樣做 我已經是在內部第一個申請 要出來向市民道歉 無可否認 先古事件令到馬時亨民望大錯 但是他並沒有灰心喪治 因為他的心裏有耶穌基督 成為他的人生道向 遇到這麼大的政治壓力 當時當然是不好受的 但是回看回頭 神令到我在過程中要依靠祂 要信服在祂上 我開始懂得感恩 感恩的時候就說天父對我很好 真的多謝主 信了主之後 我去處理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會祈禱 我會感覺到 神會給我智慧去解決問題 當他不開心的時候 或者困難的時候 他都說不要緊 神會照顧我 因為神那麼疼我 是OK的 與此同時 馬時亨並沒有忘記 他過往辛勤奮鬥的心路歷程 而且以此為監 繼續在政務上積極進取 自小的家庭就很窮 我拼搏得很厲害 人家走十步 我要走十二步 五十多年後 我看回頭 我很感恩 因為就是在這些環境之中長大 對人處事的態度各方面 都會成熟了 就是這樣 在以後六年的政務生涯裡 馬時亨旅創佳織 他不僅促成政府發展債券 以及成功推出五稅一橋債券 還以圓滑又具效率的處事手法 避免食米供應和昂平吊車停駛的風波 以及封茶漢普頓酒店事件 幾乎養成的政治危機 他的民望因此逆勢飆升 可惜就在馬時亨調任為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事業亦開始重拾正軌的時候 在2008年的年中 他竟然向特首請辭 這一次他又要經歷一些什麼考驗呢 在2008年的2月 我就有感冒 感冒其實通常都是一件很小的事 但是那次很奇怪 我的感冒是持續了幾個星期 而是每一晚都咳 甚至是很多時候 紛紛一覺就咳醒了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有一天我在一個晚飯那裡 就直接吐 令到我很擔心 我這個咳 是不是感冒那麼簡單呢 我就去一個醫生朋友檢驗 這個醫生朋友就不是什麼專科 他只是一個跟你照一下你的身體 你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將你轉介到一些專科醫生的醫務所 那時候我就說 我咳了很多個星期 從感冒開始 我有些三心 不知道是否我的肺出了什麼問題呢 有否和我照一下肺 這位醫生朋友就說 這位醫生朋友就說 當然可以啦 不過這樣啊 很多時候呢 為什麼那些人晚上會咳醒呢 就是因為你有些鼻水倒流 那因為這樣呢 我就和你照你的鼻 換句話說 在這裡開始照 就不是只是照肺那麼簡單 但是很奇妙呢 他當時就提出 他說 你有沒有照過頭的 我說沒有 我沒事 我又沒有頭痛 又沒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要照頭呢 我就說 我都有些時間 你怎麼照就怎麼照 那 於是他就和我照了頭 我自己睡在那張床那裡 我都覺得有心之不妙 因為越照越久 他就和我說 你給我多十分鐘 給我多十分鐘 那到照完了之後 他就和我說 他說 有個好消息告訴你 也有個壞消息告訴你 好消息呢 就是你腦那裡 就不是有什麼癌的問題 但是壞消息呢 就是你的血管 有些所謂 血管畸形症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的血壓 是不正常 是高的 就可能會引致到 你有所謂 腦中風 原來馬士亨離患的 是一種叫混合動靜脈 畸形症的病 趙然要面對這個無情的打擊 他默然驚覺 世事原來可以是這麼無常的 於是乎呢 我就 立即那晚 就找到老婆醫生給我看 他就安排到我去 一個醫院裡再照多次 那這次呢 就更加 是仔細一點了 照完出來呢 原來他告訴我 我左路那裡 有兩個地方 是有這個情況出現 他也都是解釋說 你就不適宜開手術 因為那個嚴重性 不去到那個程度 那唯一呢 他就說你只可以 保持你的血壓正常 這樣才可以呢 就減低中風的危險 那我也都再看我 另外一位醫生 是看了我很多年的 心臟專家 那他給我的指示呢 就是說呢 你要減肥 減肥就容易 但是做就很難了 因為包括壓力的問題 有很多工作上應酬問題 我其實自從入了政府之後 一向都有血壓高 在我工作間位裡 怎樣可以減壓 怎樣可以減肥 怎樣可以把這個中風的風險 減到最低呢 就是我最大的挑戰 雖然眼前的健康障礙 充滿了挑戰 但是面對這一段 有餘未盡的人生路 馬時亨究竟應該怎樣去抉擇呢 那幾個月 所有的同事都看不出 我有這個問題 這個只是我最親的家人才知道 那我一直都在這幾個月內 就是 同神歧託 也都跟家人商量 那應該是怎樣去面對這個情況呢 最終我作出了一個決定 在六月中 我就向特首請辭 到這個7月11日 我離職前度假的時候 中央政府也接受了我的請辭 請辭之後的馬時亨 就不是真的無官一身輕 他並沒有因此清閑下來 因為他有另外更重要的投資 等著他去做 第一個投資 就是投資在我健康身上 神這次令我離開我的崗位 都是給了一個好的訊息 就是要我注意身體 所以我積極去減肥 我現在呢 除了飲食方面 是折制了很多之外 包括 譬如我現在 甜品呢 是不鬥的 除了飲食之外 最主要我是運動 令到我的體重 減少了 而又沒有影響我的精神 第二項的投資 就是我的心靈上的投資 所以在政府工作的時候 確實真的很忙 沒有時間去看很多書 現在呢 就多了些時間了 可以看看聖經 看看其他的書籍 那這一方面呢 對我心靈上 也都是有幫助 第三項的投資呢 就是家庭的投資 因為我兩個女兒都大了 但是以前呢 因為大家工作的關係 就不會很常見的 那現在呢 我可以遷就他們的時間了 如果你是 投資在你家人身上的 時間多了 將來大家的團結 大家的愛 更加會深 我眨眼已經做了56年人 那麼 走到這一步 可以 在這三方面 作出這個投資呢 是非常之開心的 除此之外 馬時鏗決定去用他所有的一切 去回應他從神那裡 曾經得到的 那份無盡的愛 神已經給了很多資源 給我去 滿足我的生活上的需要 他對年輕人呢 很有負擔 那 所以他在哪個崗位裡面呢 他都會說一些正面的東西 去鼓勵人 現在在我的心靈上 在我的生命上 在不同的崗位 回饋社會 特別是做一些 神 開心的工作 那我覺得是 非常之有意義 到了這個時候 馬時鏗更深深體會到 採用實馬 煙枝飛覆的道理 因為 神所賞賜的福樂 原來比擁有其他新外物 更加重要 錢 只是滿足你 生活上 某一部分的需要 在物質上 有一定程度上的享受 錢每個人都需要 但應該是唯一 生命上的目標 有錢沒有錢 很多時候是客觀的標準 看你和誰比 你和某些巨褲比 很多人都覺得很窮 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上 不是需要很多金錢上的東西 很多人很有錢 但是家裡很不開心 很多人很有錢 但是沒有那種平安 沒有那種喜樂 因為可能它價值觀念都錯 最重要 就是 你在生命上 是不是有幸福 而這件事 不僅是錢可以做得到 人生經歷豐富的馬時亨 回顧他的前半生 無論是苦辣酸甜 或是崎嶇曲折 原來神一直都在每一件事的背後 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有神的大能去照顧我們 是非常之重要的 很多事情都會交託神 就不會擔心這樣擔心那樣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明天會不會離開這個世界 我做人是 無可否認是絕對有平安 因為我覺得主是會帶我走 我那條路 我不需要作出任何的擔心 那我覺得 在我生命之中 一切都是主要安排 我今天 在我生命之中 我好有平安 好有喜樂 在我生活之中 我已經是 生活上可以很滿足了 也都有 今天來說 都叫做健康的身體 有家庭的喜樂 其實 就是 人福何求 親愛的朋友 或者你沒有馬時亨的祭遇 但是最重要的是 當你遇到衝擊 又無力去應付的時候 這位能夠幫助馬時亨的人生主宰 同樣可以幫到你重新得力 去走你前面的人生路 只要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你生命的主就可以了 人生是一條路 人生是一條路 人生是你自己走出來的 你自己想怎樣走這條路 全部我覺得 是要你自己去決定 但是神在我們走這條路 是擺動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神也是有祂的旨意 在每一個人上 如果你有神的話 你很多時候 你走那條路 就會可能輕鬆些 還有 就會有方向感 假如仍然有疑問的話 歡迎你打電話來恩與生命熱線 跟我們分享你的意見 又或者一起探討 這個寶貴信仰的真題 願神斥福你 希望 特別是未信主的朋友 就是信主 因為主可以帶給他們生命上的幸福 很多朋友可能不相信 不過這個是事實 如果你信神的 祂就會帶給你 你也不用太傷神去想 只要你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做好人的本分 神就會做祂的工作 就是帶領我們 神的 一生一一手救送我 神的 一生一手救送我 一生一手祝福我 神的 一生一手救送我 一生一手祝福我 生生不拯救 抛海富余游 靠你奇妙双手 高山可遷走 你爱不变广 有你一生快乐透 高山可遷走 你爱不变广 有你一生快乐透 高山可遷走 你爱不变广 有你一生快乐透